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拉随身厅 因为有爱 所以聆听 我去给叔叔打点水 爸 有缘 你来了 爸 你怎么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前叔叔家儿子结婚 请我喝喜酒 我就来了 这不是烦了酒瘾吗 一时间没把控住 您就为了喝那两口酒 您想喝酒就待在家里喝 怕外面喝那么多 而且您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告诉我 前天来的 知道你在忙工作 不想你分心 就没跟你说了 怎么了 石月 石月 你还记得那个小石月吗 石野的小妹妹 居然长这么大了 你说巧不巧 送我来医院的好心人 就是她 我 你忘了 小时候 你还给小石月补过客 特别黏你的那个小孩儿啊 他什么时候黏过我 哎呀 你看你这记性 年纪轻轻 比我还健康 那段日子 不是说好了 每周末 你给小石月补课吗 结果 小石月每天都跑到家里来 有时候 你不在他也不走 就坐在你房间里等着你 只要你在家 走到哪儿 他跟到哪儿 小孩儿最听你的话 你还嫌人家烦 我脾气有那么差吗 我 你这丑脾气还用说 说半天 你想起来他了吗 啊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就见过了 见过了 怎么没听你说 这有什么好说 我朋友圈里 你不也就认识石野和仓路吗 其他人说了你也不知道 小石不一样 那是我们一家人看着长大的 石月来家里补课的那两年 是您搞科研最忙的两年 别说他了 您亲女儿我 一年下来能见到你几次 您能在家待几天啊 还看你长大的 您这么兴奋干嘛呀 想要怎么谢人家吧 我这是惦记你的事呢 小兔崽子 我什么事啊 喝人家喜酒喝的昏倒的 又不是我 来劲了是不是 你和小石月之前就见过了 感觉他怎么样 多大了 大学毕业了没有啊 他比你小几岁 爸 你掉下户口呢 人家比我小十一岁好吗 别闹了 你爸什么时候闹过 差十一岁 那他今年二十三了 也该大学毕业了吧 人家本社联读的读完了 哦 那是有点厉害 也是 石家的小女儿 小时候就挺厉害 我有印象 她初中上的就是科技实验班 我跟他爸还聊过这事 他爸说他懂事起 就特别喜欢人工智能的东西 九岁的时候 看完变形金刚 就自己坐了一台玩具车 能自动变形的那种 虽然构造比较简单 变形的部件 也只有二十多块 这么厉害 是啊 还做过会走路的洋娃娃 大半夜的在家里走路 眼睛冒着绿光 把老师吓得够呛 叔叔 您喝点热水 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 谢谢你啊小时 小时啊 你是在国外念的大学吧 是的叔叔 去年夏天回的国 那你以后还出国吗 还是就在国内了 回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不走了 为什么回来啊 还是惦记着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这是其一 当然还有其他的私心 我去一下卫生间 小时啊 你带他去 别让他瞎转迷了路 我没事了 你们年轻人多聊聊吧 感情在您心里 你女儿上个厕所都能迷路 敬江文学城 应援原著 热拉出品 沸腾鸟EBU制作 广播剧 终点恋爱补丁 第一季 第十三集 欢迎收听 我发誓 这次绝对是巧合 哦 原来之前全都不是巧合啊 哎呀 谁还没个顽皮的时候 有缘姐姐哪会和小时约计较这些 好好说话 是 听幽渊姐姐的 话说回来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真不知道会衍生出什么可怕的后果 其实叔叔没什么事 就是一下子喝猛了 医生说了大事没有 但是血脂太高还有严重的脂肪肝 酒还是能不喝尽量别喝 喝酒这事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 这回算是个意外 其实我也想常陪在他身边 喂 许瑶渊 你在想什么呢 谁也都想要常常陪在家人身边 可家人想要的是什么 陪伴是一回事 家人更想要你过的幸福吧 带着一身的衰气 往家里一蹲 家人看到也会烦的 怎么什么事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变得不着调了 没办法 一零后特色 坏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要赶回去 已经迟了 我先走了啊 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联系 那个 十月 你是说出去玩的事吧 没关系 叔叔生病了你就别想别的了 好好照顾他 反正咱们有的事时间再去 等叔叔出院的时候 我来接他呗 到我家去吃个饭 去你家 都装修好了 还没人来帮我暖暖房呢 可我请叔叔吃饭 你不想去就自个回家吧 我 叔叔您坐 我坐在后排就行 有缘你坐副驾 小时啊 你现在住哪里啊 就在南疆万宿 离这开车差不多四十分钟吧 这个社区我知道 有缘 你当初不是特后悔买房买太早了吗 不然肯定买南疆万宿的房 小时 这个社区很贵吧 你买的还是租的 爸 别一上来就打听人家私事好吧 有缘 有缘 别闹 我跟叔叔聊天呢 你叫谁有缘呢 谁叫有缘我就叫谁呀 徐叔叔 是我买的 当初这社区刚开盘我就买了 挺合算的 要是现在我估计也买不起 哎 眼光独 有远见 而且年纪轻轻 就在这么好的地段买房 有缘 你得多跟人家学习学习 等会到家我做几个菜 让叔叔你尝尝我的手艺 你还做什么饭啊 交点外卖得了 是啊小时 别这么累了 叔叔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能出外卖 不麻烦 菜单我已经订好了 直接拿出来做就行 你上一天搬了别折腾 而且做饭多累啊 不累 你还没吃过我做的菜吧 今天你有福了 你真的会做饭 我劝你现在就把胃给我好好腾个地方 一会儿别吃炸肚皮 那我等着了 小时月辛苦了 以后我能都叫你 有缘吗 你没大没小的时候还少吗 随便你叫什么都好 哦 那我就叫啦 嗯 叫叫 有缘 应该是我姐到了 你去帮我开门吧 嗯 嘿嘿 嘿嘿 德行 小月呢 嗯 好香啊 她做饭呢 嘿 今天你们有口福辣 小月做饭用一手哦 叔叔好 诗爷爷来了 爸你跟诗爷先聊着 我去厨房看看 这什么啊 看上去很厉害啊 咸蛋叉烧鸡腿卷 是我的拿手菜 啊 你是不是饿了 还好 主要是看着太好吃了 想吃就吃啊 我特批了 来 啊 今天做什么饭啊 我这是错过多少集的剧情了 这么快就到甜蜜头味的进度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主食 小时啊别忙活了 够吃了 这一大桌子的菜 根本吃不完 是啊 十月别折腾了 没事儿 已经坐上了 这会儿捞下就能吃 来来 三鲜椒头手擀面 齐活儿 可以开动了 吃完之后有甜品 我私家秘制甜品 桂花酒酿小汤圆 绝对顺口 好 小时啊 你平时都自己做饭吗 这么多菜 居然一会儿功夫就好了 平时不做 没时间做 但是喜欢下厨 还是在家自己做饭 有家庭的感觉 所以一有时间就琢磨 这回配菜是之前就配好的 凉菜和需要长时间焖的肉 也是提前准备 不然四十分钟 还真拿不下来 好 一早就准备了 是啊 就怕又冤和我客气 飞不来的话 我也有借口说 菜都弄得差不多了 没人吃该浪费了 还是你聪明 有这么好笑吗 笑点是什么 而且这叫聪明 聪明是一肚子的小坏水 叔叔 来 尝尝看你这个大闸蟹 不知道您的口味 所以就没有做辣口的了 您看看 哪些菜顺口 哪些菜煎点火候 提点意见 方便改正 快别客气了 我自己来 这金汤酸之鱼 是咱们老家独特的味道 好怀念 说起来 这里面的酸菜 的确是老家的特产 还是叔叔寄来的 我爸寄了些特产 寄来的 我正好出来跟项目组的人聚会 想到你住在厨厅的书 对啊 有缘说 您寄了点特产给他 他消化不了 就分了点给我 没有啊 我都不知道酸菜去哪儿买 是我姑帮您寄的 您这脑子真不好用了 叔叔以后惦记这口的花 常来 我给您做 自从又缘他妈妈去世之后 我很久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菜了 小时 见笑了 啊 见笑 人越老 越是喜欢瞎想 别管我了 你们吃 你们吃 说起来啊 高中那会儿我特别喜欢往幼苑家里跑 有时候啊 一玩起来就刹不住车了 我妈找不到我的时候啊 就让小月放学去找我 一找一个转 嗯 是是是 我记得 那时候小时月就特别乖 背着个大树包 我又冤他妈妈说姐姐在不在 然后就在门口等着 哎 不是我自夸啊 我妹真是 从小就懂事 比一般同龄人成熟 嘿嘿 是是是 真的比一般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成熟可靠 这回我晕倒啊 要不是遇到十月的话 结果不堪设想呢 哎呀 我看比我闺女都要成熟 我闺女三十多岁了 别说做这么一桌子的菜 就是做一道像样的菜 也为难死她了 这位老爸 您闺女本人呢 就坐在这儿 是不是稍微收敛一点 以前觉得你不会做菜是谦虚 原来是真的 虽然不会做饭啊 吃外卖也一样活这么大了 我们又冤啊 从小注意力就在打游戏上 除了游戏就是画画 卧室里的漫画书和游戏盘 丢的到处都是 她妈妈想要进屋收拾 都没落脚的地方 以前我不懂 就觉得她贪玩 后来发现 她在游戏方面 有异于常人的天赋 家里人都很支持 只好又渊 取得的成就 大家就有目共睹了 虽然也有些风言风语吧 我虽然在外求学 但对又渊的事情 一直都很关注 我相信以她的为人 不会做违法乱计的事情 是啊 我们又渊不是这种人 她一向成熟稳重 事业心也有点强 但了解她的话 就知道她是个心怀纯真 热爱生活的人 爸 你快别说了 说起来 这是今晚住哪 要不然就住我家吧 不用不用 我去又渊那住就行 又渊 你留在这儿和小事多聊聊吧 啊 你给我等会儿 我留这儿 你怎么能擅自决定呢 我 你住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叔叔刚出院 去酒店住肯定不舒服 酒店怎么会不舒服 比我那漏风的破房子 舒服多了好吗 我不喜欢住酒店 太冷清了 回家还有阿双可以陪我 我就喜欢家里的感觉 而且 你们俩以前不是很多话聊吗 你们一起睡的时候 老头你别乱说啊 什么一起睡 你们小时候不是睡过吗 那时候十月才这么点的 老女儿的用词也太狠太可怕了吧 哎呀你就安心住这儿吧有缘 等会儿我送叔叔去你家 就这么定了 你们家电梯居然有三层 你这儿还有楼下 对啊楼下就是泳池和健身房 你买了三层楼 啊千万别告诉我姐 我没那么碎嘴 你的事等你自己告诉她吧 所以嘴特别严的老许 想要多少度的水温淋浴 我一般三十七度 给你调高几度吧 淋浴 温度怎么样 嗯 可以和好 喜悠悦你干嘛呢 我在研究你这神奇的电梯啊 你居然还能带淋浴功能 你说你怎么这么能想啊 在电梯里洗澡 楼下是泳池 淋浴之后就可以直接跳到泳池里 又方便又开心 你难道不喜欢 小崽子想干嘛呢 我只是 你没事吧 都说我不好 为了护着我 你手臂都烫红了 我去拿药 别忙 只是水突然热了点 也没烫伤 而且我喜欢泡热水 这点温度不算什么 乱叫 刚才不是你在叫吗 那是因为被吓了一跳 这篇访谈里说的系统 就是小悠的系统吗 不算是 那是我回过前的报道 聊的是更早的一个系统 是更古老的系统 也是失败了 现在小悠怎么样了 你放心 我已经将她彻底切断电源 拿掉电池 关闭了系统 绝对不会突然又冒出来 我看你这篇报道的内容 就已经对人工智能非常了解了 了解是一回事 真正能够达成我自己想要的效果 又是一回事 即便恒星系统内的所有程序和法则 以人类的思维看可以自掐 但真正导入一个AI中 让它没有漏洞 又是另一回事 你觉得本质的矛盾是什么 本质的矛盾在于 我们所要的人工智能 必须是智能的 它一旦拥有智慧模块 就意味着因为思考和分析的存在 必定会导致个体的不同 和人类不同 我们觉得没有漏洞的东西 对它们而言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知道恒星系统的思考路径 但是在系统启动的同时 这些固定的思考路径 已经推演出了无数我不知道的路径 这就是智慧之所以称之为智慧的核心 十月 它们即便在智能也不应该称之为智慧吧 智慧是来自于人类大脑有血有肉的思考 可是机器人只是机器 它们是由冰冷的金属和一堆程序构成的 不是吗 其实人类也不过是碳基生物 把AI的程序理解为AI的碳元素 就好理解多了 我们能够思考是因为大脑神经组织的运作 而AI是因为程序 形式不同但是效果相同 所以我觉得AI的思考也能称之为智慧 道理都很好讲 真正上手之后才知道有多难 先一发而动全身 恒星系统逻辑衔接紧密 就算找到了错误 只要一修改全盘都得跟着改 我已经打算重新写系统了 而且改了个名字 叫X系统 希望这个新名字能保佑我吧 AI拥有智慧之后 可能推演出属于它自己的逻辑 但如果一开始你写的系统逻辑就是人类的逻辑呢 这样一来是不是更容易掌控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 二十多年前有个美国记者 在他父亲癌症离世前的最后时光里 复制了他爸爸的语言 之后他制作了一个机器人聊天程序 在他父亲去世之后 依旧能和父亲进行虚拟对话 这种事全世界不止他一个人干过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将聊天程序升级为真正的智能系统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智能系统 装载这个系统的AI可以模拟亲人的声音 语气或者思维方式 这样的人类逻辑应该能减少矛盾 也对人类更和善 更容易控制风险吧 嗯 其实在我母亲过世之后 我已经写了一个相关的游戏程序 非常粗糙 相当于只有核心框架 保存在陆总借给我的服务器上 就做了两个接入金帖 本来想着找机会和我爸一块进去一下就带着了 你要不要现在就体验一下 好 永恒回忆 来了 这么早就到了 我饭还没做好呢 你这孩子拍什么呀 这个场景的蓝本是我妈有年生日 我赶回去给她过年时拍摄的视频 还没有添加智能聊天程序 暂时还不能对话 有冤 我还没有带我爸进来 就是怕他会受不了 如果能将这个游戏场景制作成智能程序 输入给AI 我相信很多人会需要它 在这个世界 会期间恋不觉 中年少女也会失恋 生活在这个世界 也会不到从前 游戏里突然通电 改变自己世界 身份面貌都被遮掩 可怜爱感觉 只需一眼 哦 是谁的故事 情节也重现 是谁的年在悄悄暗恋 中年少女也会再有春天 只是需要一点点甜 是谁秘密把角色扮演 是谁出现几率是多年 你的心已在我的心边 总是当你发现 在这个世界 会期间恋不觉 中年少女也会失恋 生活在也回不到从前 哦 游戏里突然通电 从你破裂 在这个世界 中年少女也会死人